司法院市至第748號 解釋施刑法草案修正通過 敲下議事錘 同性婚姻專法下午3點27分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今天是台湖安值得驕傲的一天 透過法律保障 每一個人的愛都是平等的 讓每一個人都被公平對待 大法官在司法院 釋字第748號解釋文指出 民法第四邊簽署第二章婚姻規定 為使相同性別之兩人 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 永久結合關係 與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 保障人民婚姻自由 及第七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 意志有為 加上公投通過 多數民意贊成必須另立專法 民進黨團一早就順利搶頭箱 登記地案 以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版本闖關 年滿18歲相同性別之兩人 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 永久結合關係 向護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 准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等 關鍵條文 都在民進黨團人數優勢和國民黨團 不祭出黨紀開放投票的情況下 闖關成功 終於看見彩虹 讓台灣除了經濟的奇蹟 政治的奇蹟以外 再創一個人權的奇蹟 我們反對的不是保障人權的問題 我們反對的是在過程裡面 這個立法程序 讓我們沒有辦法來接受 我們真的不想看到 另外一個一例一休 在國際不再恐同日 這一天成為亞洲第一個 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 台灣再度為人權立下重要里程碑 有明星期經濟的劑 有明星期會 有明星期會 十多萬 明星期會 一